美国撤军之后的阿富汗早就预料到将会上演非常混乱的场面了 而如今呢在美国逐步要撤离 现在已经撤离了八成以上的士兵之后 现在的阿富汗呢内战状况加剧 塔利班势如破竹 而阿富汗的政府军呢则是兵败如山倒 而塔利班现在也开始为他未来完全掌握国家的一个政务预作准备 他要开始展开他的外交之旅 目前的塔利班陆续派出了高层出访了俄罗斯跟中国来寻求支持 专家之前就曾经分析在美国呢撤出了这个阿富汗之后 中国将会企图要扩张势力填补这个地区的权力真空 而不只是中国俄罗斯也即将跟中国展开联合的军事演习 要在中亚扩张影响力 看起来阿富汗这个地区的一个政治影响力 俄罗斯似乎也不想缺席 今天大世界话题呢我们就带你快来看看 我们首先来看看目前阿富汗最新的状况 在美军陆续撤军之后 现在的阿富汗内乱的一个状况 内战整个层级升高 而且呢过去有美军加阿富汗政府军 然后跟塔利班打成了几乎平手 那如今呢当美军直接撤军 阿富汗政府军完全不是对手 塔利班呢现在是不断不断的攻城掠地 那有一个这个美军内部的一个评估 他认为如果现在美军真的完全撤离 不给任何帮助的话 可能不到半年塔利班政权将会完全掌握阿富汗 那因此呢我们看到目前的状况是 塔利班在美国已经陆续撤了八成以上之后 现在的塔利班已经掌控了阿富汗85%的领土了 只剩下最后一咪咪是还在阿富汗政府军的手中控制 所以现在呢我们看到这个塔利班 可能大家要认清这样一个现实 在美国撤军之后 塔利班将会是未来阿富汗的一个政权了 那当然美国不会承认他 但可能你无法控制周边很多国家 会开始承认塔利班政权就是阿富汗的领导人 好那我们来看到中国的一个盘算式 很多人说美军离开了 那这里留下的权力真空 中国会有意愿希望来填补 那把他整个控制力呢 开始往西边的边境往外扩张 那美国呢则是很紧张 美国紧张说我就撤了完全通通不管 通通让这个中国整晚的一个端走吗 现在看起来美国似乎也不是这么样的愿意 于是呢我们看到国务卿布林肯 则是去访问了印度 希望拉拢印度这个盟友共同在这个区域呢 可以牵制中国的势力 那甚至呢为这个8月31号全面撤军 要预作准备 我们给大家来看一看目前的一个地图 大致上了解一下中国跟美国的一个盘算 跟周边国家的状况 阿富汗在这个位置 那他的一个这个西边呢 我们看到这个是中国的一个位置 然后他下头巴基斯坦 巴基斯坦跟中国好朋友 那伊朗在这个位置点 然后印度在这里 我们看到了当美军要撤离阿富汗 于是呢完全离开 所以现在布林肯国务卿来到了印度 他说呢虽然美军要离开 但是希望印度在这个地方平衡一下 不要让中国整个势力连过来了 目前呢我们看到以前美国在这个地方 卡住了中国所谓的一带一路 在这个中亚地区的影响力嘛 美军在这里卡你嘛 那你看这个不卡的话 那整个中国的一带一路 不就延伸过来吗 巴基斯坦铁杆兄弟啊 伊朗呢也跟这个中国好朋友啊 然后一路就到中东来了 所以呢美军当时卡在这个位置 也是有牵制中国的战略意义的 那现在美军要离开了 于是呢只好拜托印度这个盟友 帮忙牵制一下这样一个位置 那现在呢中国直接就希望 可以跟这个阿富汗塔利班政权打好关系 然后呢未来一带一路 这里将会是一个很重要的 转运点转运战 再加上阿富汗其实有非常多的矿产 过去呢他内乱了不断 内战不断根本不可能采矿 所以现在在阿富汗还有非常多铁矿铜矿 非常珍贵资产哦 所以这也是这个中国希望 可以在这里投资的一个部分 那继续呢我们就看那塔利班呢 塔利班目前呢他已经逐步逐步的 要拿下整个阿富汗了 那于是呢他现在也展开他的外交出访之旅 塔利班先是去访过了莫斯科 然后呢就在最近他来到了中国 我们来看到这样的一个画面哦 塔利班的一个这个副领导人 他拜访了中国的外交部长王毅 那大家呢就看到了这样的一个场合之后呢 塔利班是不断非常高调的 他认为如果呢这么样高调 这么样强大的一个国家 然后呢我可以来正式拜访的话 那就代表了中国承认我了哦 所以呢你看他如果被承认的话 当然他就未来要掌控阿富汗 他就有一个声量了 他有合法权哦 所以我们来看到 阿富汗这个塔利班他是非常高调 但中国呢虽然有这样的一个场合 但是他相对来讲比较比较低调 然后比较谨慎的发言 我们来看最后的一个协议是哦 他要求塔利班要切割恐怖组织 在西方国家当中 都把塔利班跟恐怖组织化等号 但其实在当地的状况是 塔利班他其实也是一个政权 然后跟阿富汗的政府军 其实呢他们是处于 其实当地有两个两股势力 那一股势力是美国承认 另外一股势力就塔利班 这是美国不承认 所以一直说他是恐怖组织 但是呢塔利班希望可以拿到政权 但是呢这个依附在塔利班周遭有非常多比较激进派 也就是所谓的恐怖组织 所以呢这个中国说要承认你可以 但你请你跟恐怖组织划清界限 这个东一运呢是一个恐怖组织的名字 它是联合国认定的盖章做标签恐怖组织 非常激进的一小部分人 所以呢这个塔利班说OK啊 不准任何势力危害中国 于是他说他会去克制他周边依附的很多所谓恐怖组织 不准他们伤害中国 然后呢他也愿意啊 跟这个中国一起来实现政治和解 让阿富汗的政治状况可以稳定下来 好这个看到了是塔利班去出访中国的状况 而现在看到了美国陆续撤军 这个整个阿富汗呢可能情势还不会那么样 突然间的稳定状况底下 周边国家其实都预作准备了 中国一方面跟这个塔利班先稍微这个 有一点交情啊 这个为未来的可能的经济合作预作准备 那同时间呢也要为这里可能会持续混乱 也要做军事的准备 于是我们来看中国跟俄罗斯 即将在八月份要举办一场反恐军演 那他的目的就是联合的打击恐怖组织 还有呢希望促进阿富汗的势力和谈 也要维护整个中亚地区的和平跟安全 那其实呢这样的一场反恐的联合军演 过去中俄之间是经常联合军演啦 但这回非常特别是 俄罗斯的军队会直接进入中国的国境 来进行联合军事演习 那这非常罕见啊 因为呢你怎么会让这个别人家的军队 来到你的国土上头呢 这如果没有一定程度的互信啊 你很难这样子你会觉得 万一他对我有企图 那我岂不是引狼入室木马图成绩吗 所以呢这是第一次俄罗斯的军队 会进入中国的国土来进行演练 而且不只是国土哦 他不是带你到一个沙漠 我们来进行联合军演 没有他是到了中国 在整个西部战区 非常重要的一个军事基地 来进行演练 那同时呢这样的一个动作就被说了 中俄之间现在的一个关系 应该是来到一个高度互相信任的一个阶段 否则的话你不可能出现类似的联合军演的场面 路边停车立刻交货 自从7月初美军撤离 阿富汗政府军不断遭塔利班强势进攻 根据统计阿富汗境内平民 在2021前六个月 因为两军冲突造成了死亡人数 是近12年来最多的前半年 塔利班和阿富汗政府之间战火无止境 两方的外交手段就显得更为重要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7月28号 在天津迎接塔利班副首领巴拉达尔等人 进行双方会谈 以和平谈判和区域安全为主要议题 但外界分析 从事后的反应看来 双方存在着明显温差 塔利班似乎想凸显自己被世界强权承认和尊重 并暗示喀布尔政府已经无力回天 而相比起来 北京的态度则是谨慎许多 打击东伊运是国际社会共同责任 希望阿富汗塔利班 同东伊运等一切恐怖组织 彻底划清界限 予以坚决有效打击 为地区安全稳定 及发展合作 扫除障碍 发挥积极作用 创造有力条件 传出在巴基斯坦牵线之下 塔利班判能在会谈后和中国全方位合作 但北京当局更在意的是塔利班 和东伊运等组织的恐怖主义裙带问题 以及塔利班和新疆维乌尔分离主义者的 曖昧互动 至于和塔利班的合作 中方保留之余 也保持开放态度 王毅表示 中国是阿富汗最大邻国 始终尊重阿富汗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 始终坚持不干涉阿内政 始终奉行面向全体阿富汗人民的友好政策 针对美军仓促撤离 北京也予以谴责 如今阿富汗陷入内乱 对此中国最近则打算联合另一个好友强权 俄罗斯进行军事演习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和俄罗斯联邦国防部联合宣布 根据中俄双方达成的共识 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将于8月上中旬 参加在华举行的西部联合2021演习 根据中方指出 8月份这场联合演习立下不少创举 除了第一次出现西部联合2021的演习代号 意味着解放军第一次邀请外军入境 参加中国的年度战略演习 也是疫情以来 中国第一次在自己境内举行联合训练的活动 而且也是俄军首次进入宁夏制作军事基地 除外俄罗斯国防部长邵伊古 也将会第一次因为军演到访中国 此次演习旨在巩固发展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深化两军务实合作和传统友谊 进一步展示双方打击恐怖主义势力 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的决心和能力 一方面要和俄国军事演习 另一方面则和塔利班进行会谈相互试探 外界分析每一个动作背后动机 在于北京进一步扩张的野心 尤其没了美军 阿富汗呈现全力真空 中国已经准备填补空缺 由于阿富汗的地理位置十分关键 也富有大量矿场为基地 有望能帮助中国一带一路的转运效率 并且还能以重建阿富汗为名 让自己的触角更深向袭净 而且北京深入阿富汗 也能加强中国在巴基斯坦的战略投资效益 借此制衡美国盟友印度 在区域内的野心和势力 因此每一两国也没闲着 双方外长最近也向见欢 为了防范阿富汗乱局影响地区和平和稳定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特地飞访印度 一同和当局讨论对话 到外界解读 这个行程最重要的目的就是拉拢印度 制衡中国在中东的影响力 美军才刚撤离 阿富汗问题瞬间成了美中角力战场 三立新闻穿了不到